当前半岛局势趋于紧张 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 必须指出 半岛局势发展至此 主要是美方政策反复 未能坚持以往对话成果 无视曹方合理关切 造成的 这一点不容否认 效果局势往哪里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怎么做 关键在于美方能否正视问题的症结 拿出负责任的态度 采取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美方能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缓解在某些领域对朝制裁 停止联合军演等等 关键是要行动起来 而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愿意无条件对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